房车旅行在车上做饭方便吗 现在是凌晨三点半 我们两个在车里睡不着 计划高点夜宵吃 这平常做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户外做 我们的房车有一个很大的户外厨房 但是现在天气太冷了 就在车里做吧 我们的房车配有电磁炉 微波炉 我还准备了一个小的卡式炉 所以在车里简单的做一些油盐比较小的 还是没有问题的 咱们今天就做一个饭壶的煲仔饭吃 看这个配料都是生米生肉 放心又健康 还自带了一个微波炉就能用的砂锅 首先把米倒入砂锅中 加水至砂锅的水位线 不盖盖子 用中小火煮6-8分钟 把水煮干 这个时候给锅中放上自带的腊肠腊肉和腊鸭 中间加上一个鸡蛋 再放上几片青菜点缀一下 盖上锅盖淋上花生油 转到小火再煤上个几分钟 最后淋上特制的酱油 再撒上葱花就做好了 只要跟着流程走 像我这样不会做饭的人15分钟也能做好一份地道的煲仔饭 给生活加点烟火气 怎么样 起碗 好不好吃 太好吃了 就跟饭店里边的一模一样 你看还有锅巴呢 你那锅巴给我来一块吧 好 好吃 好吃吗 好吃吗